星期五的聊體談時間 今天加入我們的同樣是資深體育主播 雅裡哥 雅裡哥你好 主委好 大家好 今天跟雅裡哥當然要來聊奧運 尤其這幾天 尤其到下個禮拜 可能未來一個月都是這個 全球的體育盛勢 我們先來關心大家很好奇的 當然就是羽球的部分啊 戴姿穎這一次能不能在這個奧運的殿堂 拿下金牌是大家非常關心的 尤其他在東京奧運的時候拿下了銀牌 當時他就打算要退休了 但他認為說還可以再拼一下 所以說這一次的奧運大家認為是 這個他的最後義務 還有呢在羽球的部分 林陽組和這個李陽 接下來也打算要退役了 但是他們被分到死亡之組 雅裡哥你怎麼看這一次中華隊的羽球戰事呢 距離奧運還剩下最後倒數一個星期 當然這一次羽毛球還是很多台灣 的一個球迷關心的一個項目 戴姿穎能不能在他生涯的最後一五拿下冠軍 當然身為球迷我們都希望小戴能夠 能夠拿下奧運的金牌 畢竟這已經是他第四次來參加奧運了 過去從2012年的倫敦奧運開始 2012年里約 2021年的東京奧運 因為疫情延後了一年 小戴那個時候原本是希望 2020年東京奧運如果沒有被延後的話 他要退休的 可是因為疫情的關係延後了一年 所以打完了2021年而且他的成績就那麼好 一路殺進到了金牌戰 很可惜最後輸給了陳宇飛 那不過拿下了奧運銀牌之後 想說第二年 2022年就是杭州亞運了 所以既然多打了杭州亞運 那兩年後的2024巴黎奧運 當然還是要拼一下 而且說實在的戴智英 現在年紀並不大 30歲而已 那當然最近 大家如果有看新聞的話 就是小戴認為這一次 在巴黎奧運的奧運的 奧運的一個難度 會比上一屆的東京奧運 要來得更高 而且目前30歲的戴智英 比起三年前27歲 狀況的確沒有比三年前那麼好 而且他現在膝蓋傷勢的問題 我覺得還是有一點困擾戴智英 我們知道小戴從午夜分開始 就已經回到台灣 在老家高雄在積極備戰養傷 我們希望小戴能夠以最佳的 一個狀況出賽 因為畢竟在先前 南韓的安喜營也是 之前有傷的一個狀況 女子羽球的F4 這一次要繪施巴黎奧運 我們希望小戴能夠傳回好消息 當然講到上一屆 替我們台灣球迷振奮的林洋沛 王麒麟跟李洋 上一屆還記得他們的新筊 對不對 一個是往前鋪到這樣的一個慶祝 一個是往後 一個是往後一樣 我們希望今年他們再多多的 做這幾次醒規的這樣的一個慶祝 畢竟他們在上一次是非種子球員身分 一路過關斬將 這一次雖然好像感覺上比較衰一點 看到圖卡上面寫小組賽多一場 為什麼 因為國際羽毛球總會在整個計算 積分排名出了問題出包 結果變成原本17組的這樣的一個分組賽事 現在變成剛好 王麒麟李洋這邊又抽到這一組是五個 五組要來進行 我們知道在17組分成四組來進行的話 是每一組取前兩名來進行八強淘汰賽 那對於要退休的李洋來說 他圖卡上面講 老天可能想讓我多打一點嘛 那當然我們希望就是說 以戰養戰 那雖然過去這幾年 拿下東軍奧運金牌之後 李洋跟王麒麟感覺在國際賽 除了日本那一次拿下冠軍之外 好像就再也沒拿冠軍了 不過打了才知道 我們希望就是說 那這一次 那當然除了男雙還有小戴的這個女單之外 另外我們混雙 混雙的一個部分 今天也傳出好像有丹麥的球員退賽 所以我們混雙的部分 就比林洋配在分組賽 他們可以少打一場 那葉宏傑那個李嘉欣 我覺得他們這一個混雙的搭配 也是蠻值得我們台灣球員來期待 對大家也可以幫忙加油 而且在電視機前面 好好鎖定這個賽事 再來我們來看到桌球 中華的桌球隊 這一次是有六位選手出賽 而且可以說是滿席狀態 當然大家非常關心的 就是林云如了沉默刺客 他有這樣的封號 這個之前在東京奧運混雙拿下銅牌 這一次成績也非常不錯 因為他跟陳思雨的搭配 是在世界的混雙排名第五 而且呢在這一次的桌球賽事當中 也是有一種世代傳承的一位 對不對亞里格 對我們看到在圖卡上這三個人 小林同學當然剛才至於講到 最可惜的就是上一屆的冬季奧運 銅牌戰跟德國的奧洽洛夫的那場比賽 很多戳球迷應該還記得那場比賽 因為才三年而已 那場比賽林云如在擁有四個賽末點的情況之下 竟然沒有能夠拿下銅牌 結果最後遭到了德國奧洽洛夫的逆轉 連林云如自己都覺得很不甘心 那當然林云如這一次 那我們希望他的簽運好一點 就是因為我們知道乒乓球要等到24號 那才會正式來抽籤 羽毛球我們剛剛講到 他們已經抽籤抽完了 那這一次乒乓球的抽籤 我們希望林云如的簽運可以好一點 希望不要再八強 就先碰上中國的一個選手 那當然對於這一次的 乒乓球的一個金牌 中國是勢在必得 不過我們覺得我們台灣這次 也滿有希望的 因為畢竟在上一屆的東京奧運 林云如跟鄭夷進 拿下了混雙的銅牌 這也是我們中華隊 歷年來在奧運的桌球項目 拿下第一面獎牌 那今年除了林云如 有機會在南丹方面來衝刺的話 也看到了我們的桌球教父 莊智淵 對 哇塞 第六度參加奧運 他參加亞運參加七屆 那奧運是六屆 他從19歲 他從17歲 打到今年43歲 要知道小莊第一次代表我們才 那個參加這種大型的一個順勢 是1998年 的曼谷亞運 你想想看多久 26年前 那時候我10歲 對 17歲的莊智淵 從17歲打到43歲 這一次他帶著他徒弟 高成瑞 蘇貞 高成瑞這小朋友很不錯 他在台北市民權國小 桌球隊被發掘出來 在青少年的時候 就拿下全國冠軍 但是這個小朋友很有想法 他要去跟莊智淵 莊智淵來學球 所以他從台北南下 特別到高雄莊智淵的桌球中心 住在那邊來訓練 所以他等於是莊智淵的一個徒弟 他們兩個人這樣師徒的一個搭配 這一次在奧運之前的曼谷寨 也拿下一個雙打的一個銀牌亞軍 其實我覺得這個老少配 世代的一個傳承 其實是滿值得我們期待的 19歲的高成瑞 他本來已經把目標設定在下一屆 2028年的洛杉磯奧運 沒有想到這一次在師傅的帶領之下 他的世界單打排名 超越了師傅莊智淵 所以這一次他可以打單打 年輕人打單打 像上一屆的18歲的小林同學一樣 看看這一次的高成瑞 能不能在這個奧運的駐車當中 有這種爆發性的表現 加上這一次你看到 鄭儀智這一次沒有跟小林同學配混雙 上一屆他們拿了混雙的銅牌對不對 可是這次換成陳思宇 所以鄭儀智 我們的台灣的桌球儀姐 可以好好來拼一下女單 因為鄭儀智目前還是在世界排名前10名之內 在整個奧運我覺得只要錢表出來 看看有沒有機會 因為上一次我們拿下了我們 有史以來第一面的桌球的一個獎牌 看看今年能不能再創佳擊了 的確大家也都非常期待 再來我們要帶來看到的是桃園機場 桃園機場目前的最新情況 就是王冠宏還有楊俊翰 我們中華隊的田徑 還有游泳項目的選手 要出發到巴黎奧運去了 最近狀況請記者簡雅婷來告訴我們 巴黎奧運極限段這個月底登場 所以中華隊的好手呢 也陸陸續續的出發 像是今天田徑還有游泳的好手呢 就要準備出發到巴黎來參加比賽 而今天呢其實行政院長 他也是特別到場親自來送行 甚至還送上了小禮物 而選手在正式出發到巴黎之前呢 其實也接受了訪問 來談一下目前的心情如何 亂聽一下小寶訪問 其實心情一直都比較沈穩 然後也比較冷靜 然後其實在整個備戰的過程中 我覺得都是其實心裡都沒有受太大影響 然後目前的備戰的情況也都蠻順利的 因為這是第二次出發奧運嘛 其實心情還算還蠻開心的啦 因為其實就準備那麼久 然後在最後一刻拿到奧運的門票 那我也希望說這次出發 然後可以得到更好的選擇這樣 好所以除了台灣蝶王王冠孔之外呢 這次包含最速男楊俊翰 當然也要一起來征戰奧運 但是這次比較特別 就是還要帶三個菜癢的選手 一起來到巴黎奧運 其中包含了彭明陽還有林玉堂 這兩位都是第一次拿到巴黎奧運的門票 所以粉絲也很期待這些新的選手 到奧運可以有好成績 也可以順利拿回獎牌 為中華隊一起來爭光 的確大家都很希望可以看到中華隊爭光 我很好奇亞里蓋 如果我們從這個賽程 還有目前所有排出來的狀況來看 我們最有可能拿到的第一面獎牌會是誰呢 我們看到巴黎奧運 這兩天我們代表團陸陸續續出發了 那按照賽程的話 我們知道7月26號是巴黎奧運的開幕典禮 是在賽納河上要來舉辦 有史以來第一次的奧運 露天這樣的開幕典禮 但是我們的射箭項目 在個人賽的部分 其實在25號就已經 我們個人射箭的部分 就已經在比賽了 那我們這個湯包 然後我們的這個 還有這個雷千銀 就是個人賽部分可以來期待一下 而在7月26號的開幕典禮結束之後 7月27號楊勇偉柔道南神 我們知道柔道項目在奧運都是在前面的 對 那希望看看楊勇偉 能不能在前兩天 就能夠傳回 我們得牌的一個好消息 畢竟上一季的東京奧運 很可惜 就差那麼一點點 是銀牌 那今年當然楊勇偉 絕對是目標 瞄準金牌 那這一次我們知道 在7月26號 開幕典禮結束之後 謝淑薇的網球的混雙 其實也在7月27號要登場 那所以在楊勇偉之後呢 就可以期待謝淑薇的網球部分 那舉重則是要等到8月 我們就看看郭信淳啊 還有陳文慧 他們能不能在舉重方面 來繼續替我們拿下獎牌 因為畢竟在過去的世界奧運 上個禮拜我們講過了 舉重項目都是我們中華隊的一個獎牌庫 過去的世界奧運我們的金牌 都是有舉重來完成的 對我還記得那個楊勇偉 東京奧運的時候 那個悔恨的淚水 希望這一次可以變成喜悅的淚水了 但是我們要來看到 是美國的這個奧運南籃 就是要挑戰這個五連霸 奧運五連霸 但是在當中好像有不少問題 包括在熱身賽的部分 第二場差一點輸掉了 還有就是傷兵的問題 像是左小腿拉伤的杜蘭特 目前傷勢好像也並沒有太過確定 能不能真的上場打呢 現在大家還是抱持一個大問號 還有先發的三本柱 好像很多的網友很多的民眾 是不太買單的對不對 壓力哥 這一次的美國奧運呢 那夢幻隊伍啊 看到這是LeBron James 還有那個Curry 他們可以Kevin Durant 可以說是三大巨星第一次合體 然後在同一時間代表美國隊來打奧運 當然目標就是瞄準金牌 剛才志遠告訴大家要尋求五連霸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美國隊上一次在奧運 沒有拿下金牌 已經是要追溯到20年前的 2004年雅典奧運了 這麼久以前 對20年前 那一年他們在四強輸給了阿根廷 阿根廷的Ginobili 所帶領的這一支球隊 後來阿根廷也拿下 那年雅典奧運的金牌 那當然今年美國隊的目標 當然也是金牌 不過最近你剛才講到了KD Kevin Durant 他在小腿拉伤的情況之下 在最近的熱身賽是沒有辦法上場的 那透過Tua看這三場熱身賽的一個結果 分別對加拿大澳洲塞爾維亞 那對澳洲那場比賽 他們98比92只贏了6分 那場比賽Curry是投籃失場只得了3分 不過另外兩場比賽可以看到 他們對加拿大跟塞爾維亞 其實都把對手的分數壓低到80分以下 所以我覺得美國隊這一次要來拼金牌的一個 重要的一個關鍵 其實我覺得還是他們的一個防守 他們只要能夠把對方的一個防守壓低 控制制空拳的一個籃板 其實就算Curry或者是LeBonger 其他人投籃失場的話 他們還是有相當大的一個機會 可以拿下比賽的一個勝利 那就看這一次的這樣的一個分組 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其實剛才講到所謂的先發三本柱 現在總教練Steve Kerr 那對外界講他們確定先發的只有Curry 還有老皇帝LeBong James 以及他們的中鋒 那今年代表美國隊的7-6人隊中鋒 Jewel MB 我們知道MB他是來自於克麥龍 那但是他這一次沒有選擇代表他的祖國 反而選擇代表美國 應該就是目標也是想要披免金牌 因為克麥龍的話 可能拿金牌的機率要比美國隊低很多了 不過MB在最近這五場的一個熱身賽當中 雖然美國隊在這五場熱身賽是拿下五場 但是MB的一個表現有人說他胖了 有人說他休賽季之後好像飲食沒有節制變胖 有人說他這個籃板跟投籃都讓人擔心 不過我覺得沒有關係啦 因為現在還在調整嘛 距離奧運開始還有一個多禮拜的時間 美國隊現在今天是到倫敦來備戰了 所以我覺得其實不太需要替這支夢幻隊擔心 畢竟這是一時之選 而且我覺得以今年來說 的確可以說是美國隊最強的自然球員 都在這球員當中 所以只要顧好防守 基本上就沒有太大的問題 再來我們來看到是中職的明星賽 當中在六日兩天就會正式的爭場 明後兩天 明後兩天 然後大家最好奇的就是這個活動 叫做倫敦的出來爬 不好意思我台語不太好 可是大家可以看到絕對是神仙過招 各顯神通 亞里格又怎麼看呢 叫你總的出來爬 我覺得這一句話是 當初最早最早以前給我打擋過棒球球評的 東哥黃忠義 因為過去他在帶領台中的職棒 新龍牛隊的時候 曾經以總教練的身分自己上去代打 結果打出了滿冠拳雷打 所以原來是有這個典故 有這個典故 所以叫你總教練出來打 現在把它應用在明星賽當中 今年明星賽 要知道去年2023年明星賽 是在台中中際棒球場中信兄弟的主場 但是去年明星賽因為下雨的關係 讓整個比賽的整個過程 是有延後到後面延後了幾天 那今年到了大巨蛋 不用擔心下雨的問題 而且大巨蛋這兩天 我們知道預售票 聽說今天最新的消息 明天的預售票 光是明天禮拜六預售票 已經賣了超過3萬1千張 對 今天快賣完了 後天禮拜天已經賣了2萬9千張了 而且這已經是打破了 中華職棒這35年以來 明星賽這個進場的觀眾人數 那現在就看 而且明天聽說大巨蛋要開放本壘後面 到最上層第五排的這樣的一個看待 這一次明星賽的最便宜的門票380塊 我覺得是滿親民的 我覺得明天真的從明天下午3點鐘開始 電視台就有轉播 3點鐘開始可以看技術挑戰賽 看你野手的一個競速 那後天就看那個總教練 對決 看是王建民的打擊比較厲害 還是其他教練的投球比較厲害 真的是可以好好看看 中華職棒這一年一度的這樣的一個盛會 的確大家一定非常關心 在今天也非常謝謝雅力哥來參與我們的聊體談 謝謝萊哥 謝謝志平 謝謝大家 澳運前線掌握最新賽況 熱血鏡頭五環戰場一把招 巴黎迎來第三次奧運 全球目光聚焦花多 7月24到8月11號 請鎖定TVBS巴黎奧運特派團隊報導